光线昏暗的审讯室内,只有一盏桌灯投出微弱的光芒,墙上的钟表发出滴答作响的声音,让整个屋子显得更加压抑和沉闷。 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不时地瞟咽对面的男人。男人坐在椅子上,驴驴清烟从指尖缓缓升起,他微低着头,由于长期的睡眠不足,他的脸颊显得十分病态,自我坐下也有十分钟,他始终沉默不语,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 我率先发话,问道,听说见了我,你才会交代真相。对方缓缓抬起头,对着我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然后说道,没错。 我好奇地问他,我们似乎从未蒙面吧,为什么非要找我?男人顿了顿,回道,因为我之前看过你写的新闻,你做出来的新闻一贯很有名。 我又追问道,那你做这些,是想要出名吗?好似在尽力的湖面扔入一颗石子,连一顺的水面荡漾开来,审讯师的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受到了他眼中的暴力,恐惧在我的心中渐渐滋长,背后的冷汗也不断地渗了出来。 我意识到不能再用之前采访的技巧和话术,因为现在对面坐着的,可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一周前,这个叫陆明的男人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出现,他慢吞吞地喝了一杯咖啡后,去了洗手间,服务员收拾桌面时,不小心碰到了他带来的登山包,发现手上有血污,他哆嗦着打开包,发现里面装了一个女人的头颅,他当场被吓昏了过去。 陆明从卫生间走出来,直到事情败露,居然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没有逃跑,没有劫持人质,甚至连一丝慌张都没有。 他拿出钱包结了账,安静地坐在原处吃完食物,直到警察把他按在地上时,他的动作都带着一丝优雅。 被杀的那个女人曾做过他的模特,两人认识了近一年,死者的尸体被发现在他居住的房间,凶器上的指纹,房间的钥匙,大楼监控,种种证据都指向他就是凶手。 但无论警方怎么审问,陆明都一言不发,直到一天前,他向警方提出一个要求,可以在被监视的审讯场所说出犯罪事实,但必须先见到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 我说的东西,你会如实写进新闻里吗?他把烟头丢到地上,用鞋轻轻碾了碾。 除了被害人的个人隐私,或是凶残血腥的犯罪过程,其他我都会如实报道。 那好,你可以开始记录了,他微微坐直,开始讲述,我打开录音笔,摒弃凝神。 我叫陆明,今年27岁,是一名画家。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色彩和线条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 在我12岁的时候,就得了全国商人美术金奖。 15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幅名为海上的向日葵的印象画,获得泛高艺术大奖金杯。 渐渐的,我名声越来越大,有很多富豪都邀请我给他们作画,并开出相当诱人的价格。 父母因为对金钱的渴望,逼迫我去迎合那些商人,我内心很排斥,但也没有办法反抗。 我随意地涂鸦,有时甚至是出于讽刺心理的乱话,那些根本称不上是作品的东西。 有的成了品牌logo,有的成了他们的广告板,有的被挂在办公室里,被他们示弱珍宝。 更可笑的是,很多新闻大幅度报道,说我已经进入新派艺术流。 白痴,艺术不应该是被铜锈购买的废纸,而是该遵从本心的奉献,但那些俗人怎么会懂? 不管怎么样,年纪轻轻的我就名利双收,过上普通人梦寐以求的那种生活。 渐渐地,我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空虚,那种空虚感就像你踏入一片沼泽,想要快点逃出去,却没有勇气迈出脚。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培养了一个变态的嗜好。 大概在三年前吧,有个兴奇的富商找到我,开出高价让我给他做幅画,那富商六十多岁, 却娶了个二十岁的女大学生,那女人吃饭时眼睛有意无意地勾我, 我突然涌起一个恶作剧般的想法,去卫生间的时候,那个女人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 那是她的手机号码,过了一个星期,我把她约到酒店,两个人云语一番, 结束的时候女人面颊潮红,身体微微颤抖,我说,你现在的样子非常美, 要不我给你画下来吧,绝对会成为很好的艺术品。 那女人浅薄无知,听到这话乐开了花,立马摆好姿势让我画。 第二天,那富豪收到了我为他专门做的话,他的新婚妻子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眼睛露出妩媚的笑意,脖子边还有细汗,虽然我没见到富豪当时的表情, 但想来一定很有趣,那男人当晚就把妻子打得像猪头, 第二天轰出家门,寻了一大堆黑道上的人,想要收拾我, 但我早预料到这一切溜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随后,我在网上把那幅写声发了出去,包括富豪和那女人的信息, 关于色情的新闻总是扩散得很快,一时之间那个富豪成了知名人物, 所有人都知道他被戴了绿帽子,可能是他心胸狭隘, 又或是他身体太差,不到一个月他就莫名其妙病死了。 当我看到他死亡的新闻时,身体涌出一股奇妙的战力感, 高额度的亢奋让我难以平静,久违的灵感也纷纷涌入我脑中。 那幅我不眠不休地画了幅《地狱来客》, 那幅画让我的艺术领域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国外媒体做过很多解读,相信你也听闻过。 当然,我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种极度快乐的生活方式, 了解一个人发现他最在意的东西,然后把它毁掉, 这种事情会给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快感。 这个世界,无论是权力、金钱还是社会地位, 说到底,人们追逐着这些,就是想把自己凌驾于另一群人之上, 这也是生活的丑陋本质。 随后,我又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挑两件有意思的和你说说。 有一个小男孩,因为家境贫寒,边上学边打三份零工,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便利店的时候, 他因为职业班睡着了,被老板臭骂半小时。 老板走后我装出热心的模样,一边安慰他一边和他攀谈, 那男生在我面前单纯的就像是一张白纸,很快就给我吐苦水, 说老板经常克扣他们工资,有时还把他们当苦历史, 若非实在找不到工作,那男生早就想走了。 我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对他说要是想找容易赚钱的工作,可以打给我。 过了没多久,那男生果然给我打电话,把我约到一个小饭店, 他用不卑不亢的态度请我吃饭,问我有没有靠谱的工作介绍给他, 他已经辞职了。 我笑着问,你期待的待遇是多少? 三千吧,一,一个月,那男生心里有点没底。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哦,没事,那当我没问,他维持着体面, 虽然语气和表情已经出卖了他内心的沮丧。 我若无其事地问,三万一次的,倒是有,你有没有兴趣? 那男生身体猛地一颤,眼睛里发出亮光,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酒, 问我是什么工作。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后,他几乎恼羞成怒地把酒泼到我脸上, 怒气冲冲地就走了,临走时还骂了几句脏话,说我是狗娘养的。 自尊心和金钱的拉扯,从来都不是交接战,而是持久战。 所以,我也没有把他的愤怒太当一回事。 随后又过了一段时间,那男生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同意了, 但要求我先付定金,我爽快地打给他,让他能放下戒备。 那男生在酒店待了一夜,第二天在楼下大厅和我见面, 我把剩下的款交给他,也是在那一刻, 我见识到最生动的人类表情,那是一种复杂到难以描述的表情, 有痛苦,有窃喜,有羞愧。 我就像品尝着鲜美食物一般,欣赏着他的样子, 自尊心瓦解的过程,多么有趣啊。 那男生回校后,把一部分钱寄给了家里, 还有一部分钱买了个礼物,准备向暗恋已久的女孩告白, 正当他把女孩约到餐馆时, 发现吃饭的学生都在盯着他,带着嘲笑和鄙夷的目光, 男孩心里怦怦作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快女孩过来了,男孩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递给他, 笨嘴笨舌地开口,一句话还没说完, 那女孩就把礼物打掉在地。 恶心,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 男生目瞪口呆,那些看客表情更加刻薄, 就在这时,男生手机响了响,他拿起一看,掉入地狱的深渊。 他和两个男人光着身子在酒店乱搞的视频, 居然被发到校内论坛里,下面几千条留言全是稀罗漫码。 当晚,那男生就跳了楼,尸体就像一个摔烂的西瓜, 围观的人指指点点,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打火机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陆明好像说累了,又点燃一根烟。 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变态。 他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声音平淡表情漠然, 仿佛在说一件件无关紧要的琐事一般, 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有一丝炫耀的意味在里面。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我的手掌因激动流出大量汗液。 这么好玩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 他抬起脸反问,只需要花一点点钱和一点点时间, 就能把另一个人像蝼蚁般玩弄, 你可以掌控他的人生, 把他变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 在这些过程中,你能获得上帝般的满足感。 要是大家知道,这个天才画家所有的灵感都来自杀人, 想必明天的头条会爆掉吧。 说回案件吧,这次你为什么要自己动手? 杀了那个女孩,也是为了找快感吗? 我把录音笔伸到他胸前。 他的嘴唇微微一颤,带着寒意瞟了我一眼。 你做一次新闻,大贷多少钱? 他问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不多,也就是普通媒体工作者的工资水平。 这几年,好像经常看到你做的新闻, 出现在网站头条和电视节目上, 你的新闻都是自己找的吗? 我把话题挽回拉,还是说回案子吧。 天不早了,我明天还得上班呢。 陆明悠然地把烟抽完,淡黄的灯光下, 他销售的五官显得猙獰。 你耐心真差,我讨厌耐心差的人。 我讨厌耐心差的人,没有忍耐力的人类, 在我眼里就像不会克制原始欲望的动物一般。 之前我曾在一个网站上, 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那个博主把忍耐力分为十几, 最低的那几是打针吃药, 人受病痛,随后是被当众辱骂, 人受嘲笑,接着是一个人独居, 长时间不和外界交流, 这是忍受孤独。 有意思地来了,最高等级的忍耐, 在于对自己欲望的克制。 举个例子,你在路上见到一个鼓鼓的钱包, 你能否视若无睹地走开? 你在酒店和一个性感的女人共处一室, 当她脱光了躺在床上, 你是否能守住自己的皮带? 更简单地,一颗巧克力糖被你含在嘴里, 当它慢慢被你的唾液融化, 你是否能忍住不用牙齿咬它? 归根到底, 人就是一种容易被自身欲望征服的生物。 直到半年前, 我终于见到一个可以和欲望对峙的人, 当时我欣喜无狂, 就像能玩到一直期待的游戏一般, 那个女生叫宁宁, 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她有一个男朋友叫韩璐, 两人感情一直都不错, 我通过一些手段接近他们, 本以为搞定这样的小女生会很简单, 钱,名气,别墅,虚荣心, 这些我平常用得顺手的套路, 在宁宁身上却完全没用。 她礼貌地谢绝了我一系列追求, 到最后甚至翻了脸, 骂我是个流氓, 在骚扰她就报警要我好看, 她的种种表现让我欣喜如狂, 游戏要是没有难度, 玩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虽然宁宁是个恪守自我的人, 但她的小男朋友, 可谓是一身毛病, 我带她去了几次高级会所, 又带她去了几次地下赌场, 没几天她就成了巴普洛夫的狗, 尤其在她欠下高额的赌债后, 几乎对我言听计从。 有趣的部分终于来了, 在地下钱庄的死亡威胁下, 寒露被吓得日夜无眠, 人瘦得就像一只骷髅, 宁宁当然不忍心看着男朋友这样难受, 就找自己的朋友借钱, 但那点点钱连利息都不够, 怎么可能把事情摆平? 就这样, 寒露跪在地上祈求宁宁帮帮她, 宁宁眼睛里一满泪水, 我能帮你什么? 陆大哥最近在招人体模特, 给的价非常高, 你去做几次, 帮我把债还清, 我们再重新开始生活, 寒露低着头, 鼻涕眼泪流了一地。 就这样, 我再一次见到自尊心拉姐的全过程, 把腿抬高一点, 腹部收紧, 手放在脑后, 我拿着画笔, 毫无感情地下命令。 赤身裸体的女孩满脸都是羞愧和愤怒, 却不敢出声质疑, 颤抖着身子服从我的指令, 其实她的身体不算很美, 小腹有些许坠肉, 肩膀上还有淡白色的胎记, 但是不重要, 她脸上的表情实在太有趣了, 我在高亢奋的情绪下慢慢作画, 敏感如繁星般在脑海中闪现。 当然, 这只是第一步, 我按照合约付给她一笔费用, 她拿过钱后冷冷地说了句谢谢, 头也不会地离开。 第二次, 她又来找我, 因为寒露的赌债还有很多没还清, 我却面无表情地拒绝了她, 我说我已找到别的模特。 那女孩一下子就急了, 终于放下姿态, 求我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假装思考了半赏, 把她推荐给我的一位同行, 那位同行可以给很高的价钱, 但是她的职业素养可远远比不上我, 我不知道她们在酒店干了什么, 只看到她出来时脖子胳膊都是瘀青, 脸上还有委屈的泪水。 就这样, 在爱情的虚无奉献精神, 加金钱的不断诱导下, 那个自视清高的女孩, 开始习惯展现自己的身体, 甚至和不同的画家发生关系。 我知道, 她已慢慢被压垮, 只需要最后一根稻草, 她就会彻底崩溃。 一个星期前, 当宁宁疲倦地打开公寓房间大门, 看到男朋友和会所带回来的一个嫩模 在床上撕混时, 她怒不可遏地拿起水果刀, 想要把眼前的一切都毁掉。 寒露跪在地上忏悔, 说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自始至终, 她就是我的玩物目标。 宁宁那个疯女人, 为了复仇, 给我发来一串短信, 居然还拍了裸照, 邀请我去她那里坐坐。 虽然觉得事情诡异, 但我也没太放在心上, 当晚就赶了过去。 我没想到, 叶雾也有跳起来咬人的那一天。 一进门, 宁宁笑盈盈地, 给我倒上一杯茶, 和我聊了几分钟闲话, 随后开始脱衣服, 坐在我身上亲我, 就在我慢慢放下戒备的时候, 透过镜子, 我看到她拿起藏在沙发后的水果刀, 我背上涌出冷汗, 刀锋几乎要贴在我的后颈上。 宁宁, 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毕竟你有男朋友, 我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 温柔地看着她。 她没想到, 我说出这样一番话, 愣了愣神。 就在这最关键的几秒钟, 我闪电般按住她胳膊, 她意识到阴谋败露, 开始大喊大叫, 试图抢过掉在地上的刀子, 我没得选择, 只能掐住她脖子, 然后另一只手把刀拾起, 刺入她胸膛。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死亡, 血液比任何颜料都要生动, 宁宁开始抽搐, 瞳孔放大到一种不真实的程度。 接下来的事情, 想必你也很了解了。 凌晨三点, 两个警察走进审讯室, 把陆明给带走。 陆明走出门的时候, 我对他说, 我会报道你的所作所为, 让大家看清你的真面目, 虽然你被抓住, 法律层面上会受到制裁, 但在道德上, 民众还会给你更多的审判。 陆明停下脚, 侧着脸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不, 是你被抓住了。 什么意思, 这人的精神出现问题了吗? 我正纳闷着, 一个年轻的女警察走进来, 说我可以回去了。 坐在警局外的豪车上, 我终于抑制不住, 发出狂喜的笑声。 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 真的是太有趣了。 要不是他被警察逮住, 说不定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招聘经理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 这个时代, 什么最珍贵? 有的回答钱, 有的回答时间, 有的二货还回答什么职业操守, 那个叫胡婷的胖子经理失望摇头, 在白板上写下两个字, 流量。 在这个舆论大爆炸的时代, 流量比钻石还要值钱。 懂了这一基本原则, 做媒体才有点搞头。 举几个简单的新闻好了, 一年多前某商业住宅发生火灾, 女主人和孩子都丧生火海, 而火灾竟然是保姆故意酿成的, 这个新闻要怎么做才能抓住流量呢? 我们就要编造一个农夫与蛇的现代版故事, 把男主人塑造成一个温和善良的形象, 虽然我们早知道他是什么德行。 男主人的善良要和保姆的邪恶作为对比, 男主人的痴情和此刻的悲情作为灰影, 加上一张他蹲在地上痛不欲生的高清晰照片, 所有热点元素都聚齐了, 这个新闻成了全国的爆点头条。 但是,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现在这个社会, 人们最爱看的东西并非色情暴力或是血腥, 人们最期待的是反转, 比如说一个道貌岸然的老师, 有朝一日你发现他是个家暴狂, 那种颠覆感会带来巨大的流量和讨论。 同理,要是一个善良痴情的男人, 突然变成一个抢财缠阳小三的渣男, 那么这个新闻会比第一次新闻更加火爆。 善用反转的媒体人才是真正的流量玩家, 他们可以把新闻当成可回收垃圾, 不断循环利用。 我们每天放一点猛料, 撕开那男人的深情人设, 当然那人设也基本是我们打造的, 让那些看戏的民众乐此不疲, 最后把广告价格越调越高, 赚得盆满钵满。 还有一些公众事件, 事情的对错已经很明显了, 但我们会蹦出来唱反调, 同时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账号出来吵架, 其实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无所谓, 骂骂有时候也是一种流量。 我们会分裂成不同的角色, 把一个简单的新闻弄得一点重重, 直到事情结束, 有的涨了粉丝, 有的接了广告, 有些铃声坏了则直接弃用, 免得到时候被人家查出来, 但无论如何, 我们早就转翻了。 有人说, 现在是个自媒体时代, 在我看来, 现在更像是个大娱乐时代。 关注新闻的大众, 根本不会在乎事情的真相, 也从不思考里面的基本逻辑, 就像被文字牵引的宠物一样, 一下摆到这头, 一下摆到那头, 直到媒体人把新闻的价值都利用待尽, 才会一拍脑袋, 觉得自己好像被耍了, 却依然乐此不疲。 那既然如此, 我为什么不去做假新闻呢? 在这样一个天才的想法下, 我开始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我第一次做假新闻, 是无意间碰到的一次斗殴事件, 一个女人在泳池游泳, 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在泳池里摸了她屁股, 那女人大怒, 甩了男孩一巴掌, 随后男孩家长赶过来, 要找女人算账, 那女人的老公也闻血而至, 两伙人吵得不可开交。 听了大概十分钟, 我一戏听到那女人好像是个老师, 心里灵光一现, 一个绝妙的idea出现了。 女教师, 青少年, 泳池接触, 把所有关键词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勾勒出一个满足大众恶趣味的故事。 我把照片发到网上, 说那女教师去游泳, 男孩无意中碰了她一下, 就被挨了重重一耳光, 随后还不解恨, 叫来自己老公对那男孩进行殴打。 新闻一发出, 引起轩然大波, 那女教师的个人信息很快就被人露到网上, 随后就是大众充满道德感的批判, 学校为了减小影响值得把那女教师开除, 不仅如此, 那女教师每天都收到辱骂信息和匿名快递, 不堪其辱的她选择以死明智, 但大部分网友依然觉得她是新兴作态, 因为那个新闻, 我的工资翻了两倍, 职位也升做主管。 终于, 我发现自己超越常人的天赋, 即把大众的恶趣味变成金钱的才能。 女孩子去夜店被性侵, 我却把新闻的重心放在她的衣着和社会关系上, 让看客觉得活该,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男生对校园暴力忍不住反抗伤人, 我却把新闻重心放在她逃学去网吧和打架上, 让那些有带入感的家长抨击学校。 医生做完手术, 蹲在地上喝葡萄糖补充体力, 我却把重点放在那瓶葡萄糖的钱该谁出上, 医患之间的纠纷永远是个热点。 什么? 要是别人找麻烦打官司怎么办? 道歉呗, 诚恳地道歉, 道歉书要多长有多长, 钱该赔多少赔多少。 但是要一口咬定只是收到了错误信息, 本意不想伤害任何人, 这样一来, 法律能给的惩戒也微乎其微。 云晨三点, 办公室还灯火通明, 我一开门, 那些同事就围上来, 七嘴八舌地问我情况怎么样。 知名画家的闹事杀人案, 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新闻, 哪家媒体要是能掌握到第一手资料, 流量带来的利益简直不可想象。 路铭那小子也算有眼光, 居然把这份大礼送给我, 我当然要好好回馈他。 小李, 录音笔里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 把故事润个色, 重心放在那些被害人的贪欲上, 让这个新闻有扩散度, 接下来几天, 我们挖掘一下说不定还有惊喜。 小王, 把那些照片打好码, 放明天的头条。 小胡, 联系路铭工作室的相关人员, 最好弄到他那些话的复印件, 我边喝茶边指示, 办公室忙得热火朝天。 一个戴眼镜的实习生女孩气怯地问我, 那个, 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要不要含蓄一点, 我们这样写, 所有人都能猜到他们是谁了, 会不会不大好。 干, 我把热茶泼到他脸上, 有什么不好, 你要是不想做现在滚蛋。 那女孩尖叫一声, 脸被烫得通红, 眼泪汪汪地往后缩。 白痴, 新闻当然要有爆点, 就像A片必须要有情节, 这些菜鸟真是脑子嗅豆了。 天色微亮的时候, 新闻终于做好了, 抢新闻就像是登陆站, 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我满意地看着电脑上的样稿, 嘴角忍不住上扬。 不知道这次银行账户里能多几个铃呢? 我点击发送, 疲倦如潮水般袭来, 我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 闹哄哄的声音在耳边响个不停, 我揉了揉眼睛, 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 头发就被一个人抓住, 接着头重脚轻地摔在地上。 世界天旋地转, 我摸了摸下巴上的血, 瞬间清醒起来。 办公室被砸得七零八落, 地上全是血污, 一个脖子上有骷髅纹身的高大男人给了我一耳光, 狠狠地问, 还他妈睡得挺香啊, 那个新闻生日你发的。 深, 什么新闻, 我牙齿打颤, 干你娘, 还装傻, 那男人又给了我一拳, 我两颗牙齿飞到窗户边, 一份报纸摊在我眼前, 陆明的新闻占据了一大半版面, 我心一抖, 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怎么了, 爸, 大哥, 跟我去见我们老板, 妈的, 你小子也算有肿了, 干到我们老板头上了, 那男人不理会我的哀求, 扯住我脖子往外拖。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不停地蹬腿, 示意手下那些员工报警, 但他们只是抱着头蹲下, 仿佛看不见我一般, 越野车走走停停,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被那大汉一脚踹下车, 日龙山庄, 海边别墅, 这个地段的房子随便一动都过意了吧, 我心里的恐慌越来越盛, 被那群大汉推推扫扫往前走, 进入像古代宫廷一般奢华的别墅, 大厅的最中央,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冷冰冰地看着我, 那新闻是你写的, 他的嗓音沙哑刺耳, 却带着一股压迫力, 是, 是根据陆明的口供写的, 你认不认识我, 老者喝了一口茶, 您是, 我跪在地上, 就像一颗随时要被石头压碎的鸡蛋, 我叫齐思雨, 就是你新闻里那个被戴绿帽子后气死的富豪, 你知不知道, 今天有多少家媒体堵在我们公司门口, 知不知道我们公司股价今天跌了多少, 我倒吸一口凉气, 脑袋一片空白, 齐思雨, 本是最大的跨国财阀企业的副董事长, 一向嚣张跋扈的财阀大公子, 在他面前都乖得像个小学生, 一直有人传言, 企业之所以能做成现在富可敌国的豪门企业, 齐思雨这个军师绝功至伟, 妈的, 这件事怎么会和他扯上关系, 这些事不是我乱写的, 都是陆明在警局告诉我的, 你可以听听录音笔, 都是他亲口说的, 是他想要污蔑你名声, 我大汗淋漓, 浑身发抖, 你的意思是, 陆明和我有仇, 是他想要整我, 老头眼中露出一丝寒芒, 对, 没错, 就是那样, 哦, 我知道了, 老者起身, 随意搬, 甩甩手腕, 下一秒, 我的右手被踩在地上, 那个脖子上有纹身的男人, 拿着一把刀走到我身前, 他冲我凝笑, 刀和地板发出一声巨响, 我惨叫着在地上翻滚, 剧痛让我无法思考, 眼泪和鼻涕布满脸庞, 我被砍断的右手, 被那男人用刀插在空中, 这次给你点小教训, 以后别让我在这座城市见到你, 以后做新闻, 多做下功课, 老者拄着黄金拐杖慢慢离开, 我已经要昏厥过去, 那些凶神恶煞的男人把我抬上车, 然后一路狂飙, 最后把我像死狗一般扔到医院门口, 你被抓住了, 不, 是你被抓住了, 不屑地笑容, 眼中比寒冰更冷的淡漠, 一缕烟在空中慢慢消失, 猛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躺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 断腕处传来的剧痛, 让我忍不住呻吟起来, 毫无疑问, 我被耍了, 我颤微微地坐起来, 用左手打开手机, 查着陆明的相关资料, 居然在社会关系一栏看到不可思议的信息, 其思雨居然是他的亲舅舅, 陆明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假新闻, 冷汗溢满我的额头, 伤口传来剧烈的麻痒感, 那种痒让我无法忍耐, 就像无数只小虫子在其中穿梭, 我大声呼喊医生, 过了几分钟,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医生走进病房, 坐在我身旁, 医生, 我的伤口好像有点不对劲, 太痒了, 医生不紧不慢地问, 不舒服吗? 对, 真的很难受, 你能不能把纱布卸下来, 重新包扎一下, 没那个必要, 医生索性敲起二郎腿, 慢悠悠喝一口水, 干, 这是什么鸟医生? 我实在忍耐不住, 用手指抓了抓纱布, 随机被痛得大声惨叫, 妈的, 这是什么情况, 如果不去管, 就是痒得让人恨不得撞墙, 如果轻轻碰下, 就是痛得让人昏厥的程度, 那医生侧着脸, 欣赏着我痛苦的姿态, 眼镜片反射的寒光, 让我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 我在你伤口涂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怎么说呢? 这种药膏一般是去腐肉的, 涂在新鲜的伤口上, 就变成一种毒药, 伤口会发炎, 聚氧甚至会导致神经混乱, 总的来说, 会让人非常难受, 难受到期待死亡的程度, 医生站起身, 嘴角有着让人不寒而栗的笑容, 为什么害我? 你为什么害我? 万一爬行般的痒让我分贝加大, 脖子上的青筋也纷纷爆出, 我帮你回忆一下吧, 医生拿出一张剪切非常工整的报纸, 这是我儿子, 两年前, 一个18岁的男孩遭受校园暴力, 拿刀反抗刺伤了某个施暴者, 舆论发酵后引起社会各方讨论, 就在此时, 我发布了一条重磅新闻, 那是男孩和施暴者在酒店的视频和照片, 加上他多次的逃课记录, 把视线转移到青少年的教育上面, 大尺度的反转, 让这条新闻霸占一星期的头条, 带来巨额的广告费, 他和两个男人在酒店乱搞的视频, 居然被发到校内论坛里, 下面几千条留言全是习罗妈妈, 当晚, 那男生就跳了楼, 尸体就像一个摔烂的西瓜, 围观的人指指点点, 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我脑袋嗡的一声, 这他妈又是路铭给我设的陷阱, 他讲的故事中, 那些被他玩弄的受害者, 都和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你想怎么样, 我本能地缩在床边, 摆出戒备姿势, 我想做的已经都做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 你会越来越痒, 身上的肉会接二连三地腐烂, 最后你会忍不住拿刀把自己的肉一块块割落, 我认为, 这样的惩罚对你来说, 算是公道。 医生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起身徐徐走出病房, 亮亮呛呛地跑出医院大楼, 回到闹市街道上, 阳光刺眼, 我抿了抿干裂的嘴唇, 脑中思索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 得罪了秦连的人, 身上还被下了毒, 好在这些年也赚了不少钱, 就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去别的地方找大医院看看吧。 打定主意, 我在马路边伸出手, 拦下一辆计程车, 虚托半座进去, 去城市中心广场。 滚下去, 司机是个落腮胡子, 他侧过脸对我咆哮。 你, 你说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滚下去, 老子不做你这种人的生意。 你认识我, 深入骨髓的寒意, 从心底升起, 自从那条新闻发布后, 所有的事情都越来越糟。 那司机不再和我废话, 愤怒地下车, 把后车门拉开, 把我甩出车外, 带着一声脏话扬长而去。 不仅如此, 我发现街上的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他, 那个做假新闻的, 不要脸的东西, 害死了那么多人, 还有脸走出门。 你看, 他的手好像断了, 活该, 这种人最好把他四肢都砍了, 做成人质才合适。 那些恶毒的窃窃私语, 就像子弹袭来, 我面红耳赤地低着头, 不敢再看任何人的眼睛。 半小时候, 我在一家便利店的电视上, 看到财阀发布的澄清新闻, 他们买了所有媒体的黄金板块, 把我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众, 我的清晰正面照也被挂在最上面, 报纸, 电台, 公交车站上的广告牌, 他们把我变成这座城市人人喊打的臭老鼠。 老大, 这个人好像就是电视上的混蛋, 干, 就算是我们这些混混, 做的事也没那么下作, 几个小混混把我围在街角, 带着嬉笑和耍闹的态度, 既然碰到了, 就收拾收拾吧, 打这种人相信不会有任何人找我们麻烦的, 妈的每个人都练练手, 免得下次干架打错地方。 我不停求饶, 他们却听若无闻, 无数拳脚落在我身上。 很快, 我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 血液像浓潭枪在喉咙里, 只觉得死亡在向我靠近。 就, 就我, 就, 命, 我气弱声嘶地呼救, 来来往往地行人, 有的急匆匆跑来, 看清楚我的脸, 又幸灾乐祸地离去, 有的给我补上几脚, 咒骂几句跳开, 有的甚至拿出手机录像, 记录我的死亡过程。 他们都在期待我死去, 就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没有, 我身上还有一块完整的肌肤吗? 我不知道。 一双干净的球鞋停在我面前, 熟悉的烟味飘入我鼻中。 我奋力抬起头, 看到一张销瘦冷漠的脸, 它不是杀了人吗?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放出来? 陆明坐在我身旁, 把烟头弹到我脸上。 好痛, 但我连身影的力气也没有了。 喂? 什么? 为什么要害我? 我瞪着他, 不理解他对我的恨意。 你认识他吗? 陆明从口袋拿出一张照片, 放在我眼前。 照片上的女孩年纪不大, 穿着白色裙子, 脸上有两个淡淡的酒窝。 有点眼熟, 但我记不起来了。 他叫周宁宁, 半年前他在街上发传单, 被从酒吧出来的两个罪汉 拖到车上轮间, 事后他报了警, 但那两个罪汉一直没被抓到。 随后他找到一家媒体, 希望社会能关注这件事, 能抓住那两个强奸犯, 最重要的, 是避免再有女孩子受到这种伤害。 一个22岁的少女, 需要怀有多大的勇气, 才能把自己的伤口 PO出来给大家看, 只是为了保护其他的陌生人。 但他没有想到, 他接触的是一家无良媒体。 过了一个星期, 关于他被侵害的新闻报道出来,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网页, 新闻里关于他受到的伤害一笔带过, 反而花大量篇幅度赚了他的人际关系。 他只交过一个男朋友, 但新闻里写到他在大学就谈过十几次恋爱, 他从没去过夜店, 但新闻里写他经常穿暴露的衣服游离夜场, 还造谣说他跺过几次胎。 更可怕的是, 他的照片也被公开在报道里, 从那一刻开始, 地狱在他身上降临。 身边所有人都骂他是贱女人, 觉得他是自作自受, 每天都有很多人给他发骂骂短信, 还有一些可怕的快递, 指钱, 扎针人偶, 烂裤子, 他想辩解,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 他成天窝在自己的小房子里, 吃不下饭, 也睡不着觉, 最后的最后, 他做出一个极端的决定, 因为读大学时我曾教过他画画, 他希望我能帮他画最后一幅画, 他本来是个干净漂亮的女孩, 却在复古之居的网络暴力中, 变得苍老憔悴, 长期缺乏睡眠导致他敏感脆弱。 他哭着对我说, 他一生未做过坏事, 为什么这种事会降临在他身上? 我决定帮他, 对他说我会查清楚这一切, 让他好好休息, 但我没有想到, 那天夜里他就自杀了, 他说他太累了, 已经没有面对明天的勇气, 力气慢慢抽离, 意志也慢慢模糊, 陆明站起来招招手, 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把我抬上救护车, 我却没有一丝欣喜, 内心的恐慌越来越少, 别想那么容易就死掉, 我会想尽法子救火你, 但让你不仁不鬼地活着, 你必须好好感受一下他们的痛苦, 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憎恶你, 所有人都把恶意强加于你, 失去所有自尊, 感情, 认同感, 唯一残留的只有无尽的痛苦, 你不是喜欢这个大娱乐时代吗, 好好享受吧, 陆明咬着牙拍拍我的脸, 眼中的怒火欲把我吞噬, 下一秒, 我坠入深不见底的黑暗, 我叫周宁宁, 今年22岁, 我拍这个视频, 只是想证明, 我不是新闻里说的那种人, 手机视频里的女孩衣着朴素, 有着重重的黑眼圈, 想必很长时间都没睡个好觉, 我不知道那家媒体为什么要这么写, 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骂我, 我一次次辩解, 骂骂却越来越多,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可以怀有那么大的恶意, 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做错过事情, 为什么? 女孩开始哽咽, 眼泪大滴大滴, 掉在桌子上, 就像灿烂的水晶, 现在我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 我不是新闻里的那种人, 我不放荡也不乱叫, 我只是一个受害者, 你们还是可以选择不信, 但我希望下次再看见魏斯的新闻, 你们能好好想一想, 能收敛下自己的恶意, 是否在无意中伤害了无辜的人, 女孩开始吃白色药丸, 一颗接着一颗, 到最后小半瓶一口吞下, 我会请人肢解我的尸体, 把我的头放在闹市区, 相信这样一来, 大家都会看到这条新闻, 也能重新审视这件事情, 对不起, 爸爸妈妈, 对不起, 陆老师, 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弱, 趴在桌上开始抽搐, 视频也变成黑色, 直到最后, 女孩都对世间怀有善意, 她用极端的方式, 给大众一个理智的劝解, 尽管, 在这个大娱乐时代, 也没有多少人能听懂, 一个戴着耳机的男孩问, 所以, 那个肢解尸体的人是谁, 是陆明吗? 另一个染着黄头发的男孩说, 听说不是, 好像是那女孩雇的一个小偷, 但陆明知道此事后第一时间赶过去, 决定用自己做诱饵, 把新闻吵到最大, 那小偷什么来历? 我看了小道消息, 听说那小偷是个色情狂, 好像还有练奴匹, 要不要发个短信骂骂他? 好, 也算我一个, 两个男孩兴致冲冲地走远, 没人注意到天桥下面, 还有个流浪汉, 他浑身都是血污, 右手齐腕断掉, 发出腐烂恶心的味道, 每当有人经过, 他就会不受控地发抖乌液, 而每晚准时12点, 一辆车停在他身前的时候, 他还会发出野兽般的惨叫。